今天聊的一次分配 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资料的分配 是不是有问题 你们看一下 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64,516.1亿元 比上年增加2,520.6亿元 同比增长4.07% 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87,092.1亿元 比上年增加2,2576亿元 同比增长了 34.3% 比2019年增长39.8% 因为2020年毕竟有疫情 那两年平均增长是48.2% 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 127.92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19.4% 发生营业成本 107.12万亿元 增长19.1% 成本增长的比营收大 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8亿元 比上年提高0.76% 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收 156.165.3亿元 同比增长26.9% 利润总预 利润总额22769.7亿元 利润率 14.145.4亿元 利润比上年增长56% 股份 股份制企业实现营收 439550.5亿元 同比增长29.1% 利润总额62702.2亿元 利润率14.27% 利润增长40.2%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实现营收 436520.7亿元 同比增长25% 利润总额22845.5亿元 利润率16.73% 利润增长21% 私营企业实现营收 231892.6亿元 同比增长28.6% 利润总额29150.4亿元 利润率12.7% 利润的增长27.6% 看上面的数据 我想股份制企业中 应该包含部分国有控股 但当中是否有海外外商投资 市集港澳台投资企业呢 不可能还包含私营企业吧 即使只有股份制企业的利润 加上私营企业的利润 它等于91852.6亿元 也超过上面统计的 87092.1亿元 我想查 截至2021年国有控股的规模以上公约企业的数量 百度后只找到一个2014年的一个百度之道中的结果 结果是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目前国有及国有控股公约企业负数 占全国公约企业的百分之十左右 这个百分之十大家一定要记住 而实现利润和上角税金分别占到了百分之四十五和百分之五十七左右 一个占比只有百分之十的数量的国有的公约企业 它的利润和利润居然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五和百分之五十七 中央企业上角的税金占全国税收近五分之一 就是百分之二十 从上面的参考数据马上可以看出 非国有控股类的规伤企业 或者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的规伤企业 还有私营企业的数量 是占了所有规伤企业数量的近百分之九十 而这么多的企业的实际利润 占了所有规伤企业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 如果这些数据经过我们再分析 是否能够感觉到很像有资源的垄断与倾斜呢 如果没有资源的垄断与倾斜 请问占全国工业企业数量百分之十的国有控股和股份制企业 如何实现总营收五十九万六千零五十五点八亿元 又如何实现占全国规上总营收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六七 又如何实现利润和上角税金分别占到百分之四十五和百分之五十七左右 中央企业上角的税金占全国税收近五分之一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而占百分之九十的其他规上工业企业 为什么营收利润、纳税等远不如那百分之十呢 大家再看看 再看看 对应的这些图表 通过这些图表 通过这些柱状跟K线图 应该我们能够理解 有很强的、很大的这种资源的倾斜 与垄断的存在 这一期就播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